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2日 慕迅加百冲击科隆 周日晚上 德甲新一轮继续上演 届时科隆将主场迎战慕迅加百 科隆已经连续五轮德甲不胜 期间仅收获一个入球 球队状态之差可想而知 科隆金账还是应该以止住连败位首要目标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科隆已经长达五轮联赛不胜 当中只有前锋戴维沙尔基贡献一球 其余四场比赛均十百果 其阵中攻击手几乎集体牙火 导致科隆排名逐渐下滑 如今领先降班区的优势都不算大 虽然两名得分手史提芬迪基斯与 爱耶斯史基尼金济德甲均较擅长主场杀敌 但科隆上一次联赛主场赢球还要追溯到2月中旬 当时爱耶斯史基尼还成功上演没开二度的好戏 由于科隆经济算是比较依赖主场抢分的队伍 他们坐镇莱恩能源球场路得5胜3和4负 勉强合格 在上轮联赛被多蒙特大吵之后 科隆此番回师主场必须要尽快树立信心 阵容方面 前锋柯连安迪斯与马克乌夫等人因伤缺阵 穆逊加百机分比科隆多4分 不过前者近期表现同样低迷 他们已经连续四轮德甲非复集合 当中也有三场十百果 防守端 穆逊加伯在此期间军场失足2.25球 球队防线可谓是漏洞百出 众所周知 穆逊加伯经济德甲主客场表现差距巨大 他们主场胜率高达53.85% 做客却紧获一胜 负率达到58.33%之多 前锋马古斯杜琳联赛至今已经攻入12球 是两队之中唯一一位入球树上双的球员 他在神射手榜上也占据一席之地 此子此意将肩负魏穆逊加百攻成拔债的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 双方最近六次直接对话 穆逊加伯与科隆各赢三场 可见两队在实力上应该是不相上下 阵容方面 后卫东迷赞特殊机与中场阻力安为高音商休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